美国人将众议院的控制权交给了民主党人 特朗普并不认为这是失败 昨晚共和党挑战的历史 扩大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同时大大超出了对众议院中期改选结果的预期 尽管民主党富有的捐赠者和特殊利益集团 以及非常敌对的媒体报道 这还是温和的说法 对我们的筹款造成了打击 但我们仍然做到了这一点 创下了新纪录和新标准 在与记者的激烈交锋中 特朗普进一步加深了对媒体的批评 我想你应该让我管理这个国家 你管理CNN 如果你做得好 你的评价会好而不 特朗普在中期 中期选举失利后的语气 与前几任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6年 前总统小布什称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失利 是一记重击 奥巴马称民主党在2010年的失利是惨败 每次选举不管谁赢谁输都在提醒我们 权力并不属于我们这些当选官员 而是属于我们有幸为之服务的人民 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显示 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评价仍存在严重分歧 分析人士说总统公开批评反对他的媒体 可能会加深分歧 尽管特朗普有时言辞激烈 但谈及与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合作时 他有时也会采用更温和的语调 我非常尊重南希昨晚所说的 两党合作和团结一致 他用了团结这个词 他在声明中提及了两党合作 这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两党有望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 特朗普一直在推动基建项目 而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供支持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